下一位葛珮帆議員 多謝主席 當然我也歡迎司法機構 終於都回應了社會大眾的訴求 就是願意去改善這個投訴的機制 以往主席我想你也知道 我收到大量市民的投訴 就著某一些法官的主要言行 或者說話 都是法庭裏面的判詞裏面的 一些內容等等 其實都有很多投訴 當然我們明白 如果你是說判刑那些 應該是律政司上訴去處理的 所以當市民向我投訴的時候 我也會解釋給他們聽 但是就著司法機構 怎樣去處理這些投訴 其實真的面對很多問題 例如很多市民覺得 不知道怎樣才可以正式投訴 投訴了之後經常沉大海 覺得沒有機制、沒有準則 處理投訴不公道 覺得你投訴了法官上級審下級 全部都不成立 自己人查自己人 於是市民覺得官官相偉 其實就影響了司法機構的公信力 這是令我們很擔心 因為我們知道 香港司法機構的公信力 其實非常重要 所以我們才提出希望司法機構去改善 現在司法機構提出這些改善的方向 我也覺得是好事 但是當然有些細節我也想知道 例如剛才也有說到 會有兩層架構 還有怎樣才可以去到這兩層架構 其實就要決定那些投訴 是不是瑣碎無聊和無理 市民都想知道 是不是會有一個比較完善的機制 剛才聽解釋就是說 會就著每一個個案 如果覺得有問題問問上級法官 可能這個機制 市民都會擔心 全部都落入這個瑣碎無聊及無理 於是全部都不需要去進入投訴機制 所以我想這個也要解釋清楚一點 第二就是Lay Member的數量和委任 是誰去決定怎樣委任的呢 委任哪些人士的組成比例是多少呢 因為如果市民又會擔心 你的主席 這個委員會的主席 就是中心法院大法官 然後又是他委任所有這些Members 無論是法官還是Lay Members 然後最後那個report 就是建議又是給中審法院大法官 大家就會覺得 會不會是他自己一個決定了呢 如果Lay Members是很少數 而只是委任自己有 市民又會覺得你真是做個樣子 不是真的去處理這個投訴問題 所以為了令市民真的覺得 司法機構是會落實這些投訴的基金 就是真的夠改進的話 我就建議司法機構 是不是可以在這一方面 清晰一點解釋給大眾市民聽 以及真的不要委任一兩個Lay Members 就當作一個點絕 這樣就處理了這個問題 另外就是 你也會說到時委員會就可以審視提交的調查報告 那麼審視的具體範圍是怎樣呢 可以審視到什麼地步呢 是不是到時他可以要求專責法官去解釋 去聽他的解答等等呢 另外 是否所有這些其實都會公開報告給大眾市民看 謝謝主席 好 政會長 謝謝 多謝主席 也多謝郭佩帆議員一系列的問題 我首先回答那個諮詢委員會 或者由分類開始說 因為大家都關注 如果是我們設立這兩層架構 最主要都是處理一些比較嚴重的爭議性 以及廣泛社會關注的個案 其實這些個案 其實很多時候都會在公開媒體 都會界定出來的 其實我們這些一定是不會被遺留的 而事實上在去年年中開始 一些很多人投訴和社會關注的個案 其實我們已經做了一個透明度的一個措施 放了它去司法機構的網站 只不過有些個案 因為相關的司法程序未完成 所以那個調查未曾可以去進行 以及將它盡快去完結 所以這部分的個案其實都很清晰 但每一個個案進來 在一個新的機制裏面 如果是一些很明顯的 只是司法決定的 就不是由這個機制去處理 如果是瑣碎無聊那些 其實我們現在的機制 都是相關的法院的領導 他們會先看 然後也會如果有需要的時候 會諮詢更加資深的法官 他做了這個分類之後 我們會將所有這些處理了 這些比較輕不需要處理的個案 也會做一個簡要的報告 就會上回諮詢委員會被他們避息 這裏就會多一個這樣的機制 但如果是屬於行為的投訴 那就有兩類 一類比較輕微的 一類我剛才說 必然是逐個逐個個案看的 嚴重的個案 輕微的那些其實都是需要去處理的 那些就會由相關的法院領導 做了第一重的調查之後 會上去第一層的專責法官小組 這個專責法官小組 基本上是高等法院的法官 他們會再看一看那個調查報告 是否合適 然後才回到那個投訴人 而做完之後 這些個案 都會有一個騙要的回報 上回諮詢委員會 最後才說最嚴重的個案 每一個這些嚴重的個案 相關的法院領導做了調查 會上去法官小組審視調查 通過法官小組審視調查之後 每一個個案都會上去第二層 那個諮詢委員會 逐個逐個這些個案 去再做一個審視 去確保整個審視 應該說調查的過程 是公道和合理的 然後才會回覆當事人 當然最後的決定 都會是中審法院首席法官 做一個最後的決定 那回應一下 諮詢委員會的組成 可不可以很簡單 否則要第二議論發言 好的 諮詢委員會的組成 我們司法機構就覺得 這個因為要牽涉 我們簡單來說 有幾個很重要的考慮 他是由中審法院首席法官去委任 每一個委任都是個人身份去委任 那麼也都是會這些委員 沒有一個政治背景 都是希望他是獨立 和專業地給一些意見 那麼非司法的成員 他們一定是在社會上 在一個專業的範疇 公共服務裡面 是有一些很豐富的經驗 那麼他是有獨立 有公信力的人士來的 剛才我說我們覺得 因為很多時候這些司法行為的投訴 是會牽涉需要有相當的人士 熟悉司法程序 所以法官是佔多 但是我們說其他社會人士 即使他不是佔多 那份的比額也不會少 那麼確保其實這些 每一個這些社會人士 都能夠去發揮 在諮詢委員會的功能 謝謝主席 葛珮帆議員 謝謝主席 就算剛才司法機構對我提出的問題 的回應 其實我真的未完全收貨 因為我… 首先我是讚賞 現在的中審法院大法官 他願意走出一步 所以我是歡迎的 但是既然做得這一步 希望做到 令社會大家都服 安心 所以我想你定定那個無聊 和所緒無聊無理 如果你用社會關注去定的話 我就擔心 即是說 如果我們議員走出來說 那麼社會就關注 媒體就報道 是不是 那些個案就全部離開我們 所以我覺得 你們要想到一個機制 去怎樣和公眾解釋 何謂所緒無聊和無理 就不可以純粹用 媒體有報道 社會有關注 點高 就去決定 第二就是 始終那個諮詢委員會 也有市民跟我說 擔心會好像香港電台的諮詢委員會 那就完全沒有牙又沒有力的 一點用都沒有 要來做花瓶而已 所以這裡你也要想一想 怎樣可以令到公眾都覺得 這個諮詢委員會 是真的可以做到那個作用的 那個Late Member的組成是怎樣 總共人數多少 我覺得你也要向公眾交代 另外關於處分那裡 如果你就說跟433章去處分 主席或者我們要另外開一個會 去談這個關於法官的處分的問題 因為現在我們看到的 就是譬如有法官被人投訴 馬上就說不准他處理那些案件 但是有法官 接近同樣的情形被投訴 就說不被接納 然後又繼續去審 也有法官 就是同樣的情形等等被投訴 不但還可以升官 升官這個官 繼續在一些上訴的個案裡面 又被上級法官說他錯到不可以錯錯 不斷地犯錯 一個法官不斷地犯錯 有沒有處分機制的呢 公眾去投訴這些 其實他不可以投訴他那個案件 某一個案件裡面的審判內容 是投訴這個官不斷地犯錯 你們這個是不是屬於所說無聊無理 還是社會關注你們是否會跌入這個機制 是不是會去處理呢 還有如果你只有一個投訴 但接著沒有處分的話 其實市民都是不收貨的 都是會覺得不公道的 我覺得這些問題 今天未必完全可以解答到我 希望再有書面的回答 好嗎 謝謝主席 或者現在可以簡單解答 政務長有沒有一些初步簡單回應 謝謝主席 郭議員剛才提到那個分類 其實我們在每一年的年報裡 交代司法人員投訴的造字裡 都有一個很詳細的分類 去到一些真的鎖蝕無聊無理的投訴 其實就是我們以往的經驗 就是一些沒什麼實質證據 簡單的指控就是法庭 譬如偽造了一些個案或者之外 這類才是鎖蝕無聊 而大部分其他的我們都可以分到 在法庭上處理的程序 法庭上的態度欠佳 這些是有清晰的分類的 到時我們會在連暴露 以及一些很嚴重的投訴個案 在網站裡都會有清晰的論述 那不斷犯錯誤聲官這些呢? 主席,我想我們不可以這麼籠統地去說 這些個別的個案 其實處分也是一個 司法機構內部有一個機制 是按著每一個法官 他有些紀律的情況去做一個恰當的根據 那個意思是說 市民可不可以投訴有法官 不斷犯錯誤聲官 是不是屬於鎖蝕無聊及無理? 主席,我這樣很難去 單憑幾個很簡單的論述 可不可以提出一個投訴? 每一個投訴都會認真處理